我们继续来介绍我们桥梁工程当中的EB413063 桥梁上部结构的悬壁施工 悬壁施工我们包含了悬拼和悬胶 那么悬拼什么是悬拼 我们先看一看这个图 这就是我们的悬拼的现场示意图 所谓悬拼就是把我们的构架 上部结构的这个梁段 我们分成若根段的进行预制 预制好之后呢 拿到现场进行通过吊桩设备进行 逐段的进行调拼 我们这个叫什么呀 叫悬拼 那么这是我们3D图是吧 这个是我们现场的实际图 这是一个示意图 我们先把整个这个桥梁当中 最中间这个桥墩上面这一块呢 我们叫做零号框 零号框两边对称过去的分别是 一号框二号框三号框四号框 每一块的施工都是有通过我们上面的吊装设备 把每一块的吊上去的 那么这个叫悬拼 悬拼 那么悬拼当中我们重点来看 悬拼的方法有哪些 悬拼施工方法 我们整个这个首先看梁的预制方法 我们有长线法有短线法 这个图就是我们的长线法 就是这个玉制台座比较长 而这个是短线法 这两个当然肯定就是说 这个玉制这个凉断的时候 是否受地形限制的决定 当然还有一块就是我们长线法相对说容易控制 容易控制 而这个呢可能控制起来相对难度大一点 好这个大家了解一下 长线法的施工过程 首先玉制厂的布置 他要考 如果要考这个悬拼的话 也要考构杂厂 所以玉制厂 乘凉区的布置 凉断台座的准备 然后交注凉断 调运存放整修 然后外运到现场进行的一个调装 这就是我们悬拼的凉的一个长线法的施工 当然这里面重点呢 我想应该是在怎么调平这个过程里面是重点 前段这部分的都是属于什么 所以够着长的一个内容 够着长的内容 当然也注意到这里存放 交完之后要存放以整修 这个工序你稍微注意一下 好下面我们来看第三 梁端的拼接施工 拼接施工 怎么施工 当然我们施工这个梁的话 首先是从零号块开始 零号块 零号块在哪呢 是在我们桥墩的上面那一块 宁静的桥墩这一块 叫零号块 为了保证连续两分段悬拼施工的平衡和稳定 常常与玄交法相同 然后将构件制作临时进行固结 必要是在墩顶两侧施加临时支撑 来满足我们悬拼施工的要求 这里面呢就是有两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个就是零号块如何施工 他说按照玄交法来施工 那么另外一个施工好了之后 零号块要临时固结 以便于有利于后面的悬拼施工 而零号块怎么施工的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图 它其实就是一个 也是属于现交支架施工的一种 我们这里面也用的是我们前面讲的 移动摩点里面讲的的 这个就拖架 这个叫拖架 这个叫扇形拖架 在我们选品当中 我们书上讲的叫扇形拖架 然后拖架上面呢 再支撑我们的这个粮是吧 还有底膜板 分配粮底膜板 然后织好 织好之后同样要进行预压 预压完之后 然后再来进行什么呀 再进行我们的现场的这个 板钢筋交互领图 所以这个内容 其实跟我们前面讲的内容 都是一样的内容 只要你把前面都掌握好的话 那么对0号块的问题呢 就很简单了 好了 还有临时固解 临时固解 我们可以在0号块或蹲进之间 施加临时玉力的临时固解 那么有必要可以插临时支撑 就在两边加支架 或者是用玉力巾 或者是用三角支架 来增加它0号块的支撑 以利于1号块 2号块的一个悬拼施工了 因为0号块最后要作为我们 它们其他块的一个基础块 以它为沉重为主要沉重 来进行调拼 1号2号块 所以它必须先稳固 那这就是我们0号块 当然考试还是一样的 这个图你都要认识 万一给你画出这样一个图 支架是什么样 是临时支架是吧 还有这是临时运筋 等等这些都是可以考的 那么第二个呢 0号块做完之后 那么下面我们就要进行 1号块的施工了 1号块的施工 如何进行施工 这是0号块 这是我们的1号块 这是我们的2号块 0号块和1号块 这里有一个缝 我们这个缝 我们用的叫石阶缝 石阶缝 这里呢也一样的 施工的时候是对称施工的 那么怎么施工呢 首先呢 它说了 调集就位 调集就位 那么这个调集就位 就是要要求我们在施工的时候呢 把机械设备先安装到0号块上面 去调集就位 提升1号凉段 安设铁皮管 还有啊 中线的测量 丈量是一方 调整铁皮管 还有高层测量 再次检查 中线 然后固定凉 1号块 接触模板等施工 好了 这个工序 大家一定要注意到 重点呢 要掌握这些的工序 中线测量 高层测量 中线检查 这是我们在进行 悬臂施工 不管是悬拼悬交当中 要控制好量的线性的 两个控制指标 一个是中线 一个是高层 所以把这两个控制好了 我们整个量的线性 它能够符合设计要求 具体怎么做 好 我们下面来看 根据我们刚讲的调集就位 那也就是说你把调装设备 我们就简单试一下 画一个调集图 是吧 那么对称的布在0号块上面去 调集就位 然后来提升一号两端 当然 这就是我们一号两端 一号两端提升之前 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 我们这个调集 一定要先做一个 试调实验 试调实验 其实就是检查 我们这个调集的什么呀 它的这个安全性 进行检查 所以说这个 在这个工序当中 没有体现出来 所以说调集就位以后了 这里应该有什么呀 有个试调 有个试调 好了 这个没问题之后 这个就开始调一号两端 我们就从下面 一号两端把它调上去 调上去要安装铁皮管 由于实际上这里有宽度 因为要把我们最后一号块和零号块 通过预运力机钢筋来进行穿起来 然后形成这个整体型 所以这里有个缝 这个缝里面要设铁皮管 其实就是我们说的波红管 就是买预理管道的 因为最后钢筋要从这里穿过去 然后这个时候安装好之后 铁皮管还要进行中线测量 中线测量就是控制零号块和零号块 在纵向上是不是在我们的线性要求上面 要发出中线来 然后再丈量时间缝 调整铁皮管 然后高层测量 就是测这个高层 对层的 高层测量就是看零号块和零号块 是不是在同一个平面上 看它扰度朝没朝要求 一般是越往前面去拼的话 那么那个扰度会越来越大 但是这个扰度如果在可控范围内 有效范围内 那是可以的 所以高层测量 再一次进行中线检查 所以零号块上去之后 高层和中线 这两个指标一定要进行的严控 因为它是决定到最后凉的线性的 所以这两个指标是一定要严控的 控制好了之后 这个时候就可以固定我们的一号凉端了 这个时候就安装石阶缝 这个缝是石阶缝 它的侧模板 底模板 安装好之后 包括内模板 胶着混凝土养腹 养腹完了之后 拆掉模板 张纳运的金 什么时候张纳运的金 当然也登到混凝土 达到80%以上的时候 才能张纳运的金 好了 这样就把一号块做完了 一号块做完之后 接下来我们要做二号块 那么做二号块 那么我们这个调动设备机要往 两边进行移动 移到一号块上半去 所以第二 就其他两端的拼接了 其他两端的拼接这里面 那么就是我们的 用的是缴接缝 缴接缝 这个缴接缝 主要说的是一号块和二号块之间 这个缝 我们叫缴接缝 整个施工过程 首先调机就位 还有要起掉两端 然后初步进行视频 好了 这个工序一定要注意 在进行二号块的时候 一定要进行视频 然后检查处理管道接头 因为视频的目的就是检查了 我们管道的接头 是不是能够对得上 如果有问题 我们还可以调整 因为我们这个缴 缴接缝用的是 缴氧素质胶 你如果没有去检查视频的话 一旦涂了胶 贴上去以后呢 你再来去处理这个管道接头 就不容易了 然后呢 管道没问题了之后 就移开我们的两端 这个时候穿临时运力巾 穿临时巾 穿上胶 这个时候就贴上我们的胶 涂胶 涂缴绞结材料 缴氧素质材料 贴上去然后正式紧贴 张拉临时运力巾 张拉临时运力巾 做好了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放松 我们的起雕绳 起雕绳 再穿上什么 永久运力巾 主要 这里是永久的 张拉运力巾 然后一挂那 就行下一段施工 好我们看下面这个图 这个是图 这是我们刚才讲的0号块 这是我们刚才 已经做好的1号块 现在我们要做的是什么 这个2号块 做了个2号块 你看2号块做的时候 是不是就从0号块 把我们那个调装设备 就移到了1号块上面去 怎么做呢 移过去之后 首先把1号块 2号块先进行试拼 试拼完了之后 没问题了 穿临时运力巾 然后在上面涂胶 涂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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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涂完胶以后 就正式紧贴 张拉运力巾 然后呢 松掉我们这个 切掉笋 就把这个笋子去掉 去掉以后 这个就张拉永久运力巾 而且你看1号块2号块 还有定位滑齿 为了保证这个 因为它这个是胶是吧 你要保证更好的 1号块2号块 结合的紧密 它用定位滑齿 用定位滑齿 好了 这个就是我们的 脚接缝 图案跟刚才一样的 请大家把这两个工序 把它掌握好 就行了 该怎么去施工 因为这个问题 在我印象当中 我们一件里面 还没有怎么考过 没有怎么考过 第四呢 就是我们预制量 玄平施工的注意要点 注意要点里面看 第四小链 梁敦顶段 和桥敦顶附近的梁敦 施工时 陀架和银架 应该经过设计 要进行弹性 和非弹性变形的计算 就是要进行预压 是吧 就蹲地上面就是0号块 然后第八一点呢 施工前应该按照 施工货载 对起掉设备进行 强度刚度和稳定性的验算 安全系数不小于2.0 阶段起掉安装前 应该对起掉设备 进行安全技术的检查 并应该分别进行 知道起掉 做试掉实验 刚才讲了 因为书上在前面 介绍那个流程图的时候 并没有在流程图当中 体现出这句话 1.25倍设计进货载 和1.1倍的设计动火载 进行做安全检查 对于非0号块 1号块的拼接 就是1号块和2号块呢 一般要是定位滑齿 或者是钢定位器 我们刚才给你们看到这个图 这个图你看就是定位滑齿 要是定位滑齿 然后第十一 采用绞结缝的 我们首先要进行试拼 刚才也讲了 为什么要试拼 而且用的什么材料 还养素质胶 还养素质 十二 十结缝 款件应该带混准强度达到 什么的时候来进行张拉 达到80%以上 刚才也讲过了 因为刚才我们在讲 这个流程图当中 其实就把整个 施工当中的注意问题 都一一给大家做了分析 然后你在书上 再简单的再画一画 把它动点找到 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的悬臂施工法 那么悬臂胶注法 这里面呢 就是在现场进行 胶注我们的两段 我们叫悬臂胶注 那么这个也是属于 我们的现胶施工的一种 它只是说 现在这个设备呢 就不叫磨架 也不叫满堂支架 咱们叫什么呢 叫挂囊 它是这个底膜 侧膜都是用通过 这个挂囊的吊杆 把它吊起来做支撑的 不像我们前面的全都是 从下面往上面支撑的 这个是把它吊起来的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就是悬臂胶注 悬臂胶注 这个是零形的 这个是三角形的 从结构形式来看 好了 这个大家简单的了解一下 这个形式 我们看 施工当中 最主要还是要进行的 施工的准备工作 挂囊设计及加工 挂囊按照结构形式 可以分为行架式 知道 结构形式分 分为什么 行架式 三角斜纳式 玉尼索斜纳式 和斜纳之毛式 按挂囊行走方式来分 华语式 滚动式 按照平衡方式来分 分为压重式和之毛式 关于这种类型的分类呢 我们主要就是考到一些 考什么呢 考我们的这个 看图回答问题 什么是压重式 什么是织毛式 什么是行架式 像我们刚才这种是吧 这就是三角形了 像我们下面这个图 这个是我们行架式的 行架式的 因为这些内容 我们一键考过 都考过的 而且这个内容 考的频率也比较高的 其中这里面是三角形了 那是从几个选择来看 从如果 从我们的平衡方式来分为 压重式和自毛式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的什么式 压重式 这个是我们的压重式 就是一个平衡重 你就可以把挂囊 想成什么 想成一个塔调 那塔调 我们在叫东西的时候 你看后面有个平衡重 是吧 它其实就是个 塔调的类型一样 然后呢 整个挂囊要求 有足够的强度 刚度和稳定性要求 除了这个要求之外 要行走 毛骨方便可靠 重量不大 也设计规定 挂囊是由 主行架 毛骨 平衡系统 以及吊杆 综合量等部分组成的 这个是我们曾经考过的 问哪是吊杆 像这个地方 就是我们的吊杆 吊杆 是吧 这是前吊杆 这是后吊杆 是吧 这是平衡重体系 是吧 包括还有我们的 这个是斜拉带式 是吧 这是三角斜拉带式 还有我们的量 纵向量 还有横向量 都有 是吧 那这里后吊杆 等这些 好 这个大家要集合的图 请理解 还有惯杆 做完了之后 一定要做货载实验 其实做货载实验 其实就是要检查 我们惯杆的安全性 消除惯杆的非弹性变形 有力 因为线角都要考虑 非弹性的影响 它会影响到整个量的标高 所以说一定要做货载实验 检查安全 而且消除非弹性变形 调整我们的贯载的模板的高度 以利于满足设计要求 凉断的这些尺寸要求 好了 贯载的最大变形 他说了 贯载最大变形 不能大于两公分 不大于二十毫米 第四 贯载在交注混土状态 和行走时的抗轻浮安全系数 和自卯固系统的安全系数 和斜拉水平线位系统的安全系数 及水平线位的安全系数 不应该小于二 应该不小于二 第二 零号块和一号块的施工 这个我们就不再重复了 用的是扇形拖架法 是把这个拖架 正在桥墩上面的 这个刚才我们在悬拼当中 已经介绍过这个内容 第三 临时固结 那么临时固结 不管是悬拼悬交 零号块 我们都要临时固结 一般在制作两侧 施加临时运力金 这个图 你看 A就是临时运力金 对不对 还有在两个墩地之间 要施加临时混土电块 B 这就是我们临时混土电块 也就是我们这个图 你看这个图 这就是临时混土电块 这个是我们的制作 这是我们的制作电视 预力金的在里面 我们看不到 这个图当中看不到 但这个结构图当中是看得到的 那么将粮固定在桥墩上 是粮矩的抗弯能力 在条件成熟的时候 用静态破碎方法呢 解除我们的固结 因为它是连续两桥 因为最后你要把它解除 这个固结 用静态破碎方法 不能去瞧 不能去打 是吧 我们应该用静态破碎方 当然静态破碎方法 你就用矩子 把这个混土电块 锯掉 然后把运力金呢 放脏就行了 从有刚垢桥的这种性 因为你顾及了以后 就相当于变成了刚垢桥 那么有刚垢桥 你最后要把它变成连续两桥 就把那个刚性的这个部分呢 把它去掉就行了 就是去掉我们的 临时固结的内容 第三呢 就是悬臂教授施工工艺 那么这个工艺流程图 今年呢 我们又变成了文字 悬臂教授混凝图 它这里说的是分次教授法 明确说了 我们刚才在前面讲到 移动魔架的时候 说的是一次教授法 对不对 分次教授法 它就是把底板和副板和顶板 是分开来教的 首先挂点前一就位 挂点要做近债实验 那么前面也讲了 近债实验就是 就是要做饲料 来检查它的安全性 消除我们的模板的那些 支架的这个挂篮的非弹性变性 得到弹性变性值 来调整模板 然后呢进行安装我们的底模板和侧模板 然后再安装底模钢筋 然后呢混头交组养生 好了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就是我们底模的 底板的施工 这是先 因为它是分次 底模的施工 安装完之后安装内模板 安装内模板 底模板和副板内的运力管道 安装底板钢筋运力管道 然后因为这个地方 底模 这个底板跟副板之间 是不是有个施工缝 这个就按照接缝处理 这是什么 水平的施工缝 水平的施工缝 然后呢 处理完之后 就开始交注副板顶板 好 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什么样 副板和顶板的施工了 好了 最后强度的要求 拆出我们端模板 然后穿玉尼金 张拉 鸭江 副毛 好 这个过程 这个过程是分次交注法里面 大家要注意到 有几个问 有几个工序 你要注意到 一个就是 近战 实验 二个呢 施工后 该怎么处理 第四 就是悬臂交注施工中的 注意要点 那么注意要点里面 我们请看到书上的第四小点 说悬臂施工过程当中 如果凉的生 以吨生采用的是非刚性连接 非刚性连接 那么比如说像我们的连续梁桥 为了保证结构的稳定性 悬臂梁桥和连续梁桥 应该实施零号块和一号 零号块与桥能要临时 固解的支撑措施 所以的话 非连 非刚性连接就要临时固解 那么对于刚性连接的 对于刚性连接的 梯形钢构和连续钢构桥 那么本身就有点看望能力 因此我们可以根据设计 施工要求在蹲顶旁 加临时拖架 等方法来进行施工 根据设计要施工要求 那么要不要临时固解呢 就不需要 你时刻意在两边搭拖架 来对零号块做个支撑 做个支撑 第五 灌篮安装时要保证 它的安全稳定 可靠 就是我们前面要做 灌篮要做 近载实验 灌篮主编后 应该全面检查 安装质量 并对灌篮进行做 试压 这个试压 其实就是做近载实验 那近载实验的目的 就是消除结构的 非弹性变析 那么试压的货载 可以达到最大量度的 1.3倍来考虑 1.3倍来考虑 然后呢 灌篮试压通常采用 水箱加压法 试验台加压法 和沙带法 那么水箱加压法 那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们在下面掉什么 掉水箱 沙带法呢 就是掉沙带 那么来 相当于对我们的灌篮 施加一个力 来看灌篮的变形情况 因为这是我们的零号 零号块 蹲顶的两段零号块 然后我们交注的时候 是从这个方向交 是吧 往这个方向交注 混凝土 那么这个就相当于是 一号块 这是一号块 这一号两段的交注 那么试验台加压法呢 试验台加压法 主要是在我们 没有把灌篮 安装到我们桥上的时候呢 先在我们的台座上面 进行的 施加一个力 相当于其实还是在那个 灌篮的前边旋臂端呢 施加一个力 看它安不安确 稳不稳定 所以这三种方法 大家抓住就行了 第六 旋臂交注的时候 应该遵循的什么 要求应该对称平衡进行 设计没有规定的时候 不宜超过两段的四分之一重 你可以不平衡 但是这个差值不能超过四分之一 旋臂端应该全端面一次交注完成 并应该在旋臂端开始 向以完成两段推进分层进行交注 从旋臂端开始 这个注意到 跟我们刚才的移动模价里面也是一样的 当你交完之后 要交下一个段的时候 都是从旋臂端向以交注段交过去的 从旋臂端开始 从哪呢 比如说这个是我们已经交好的零号块 那么我们交一号块的时候 应该从这儿开始往这边交 从这儿往里面交 这边是旋臂端 这边是旋臂端 往以交的这个两段开始进行旋臂 第七 旋臂交注前端底板和桥面的标杆 应该根据挂点前端的垂直变形 及预拱度设置 施工过程当中要实际高层进行 检测 对实际高层检测 如果与设计值有较大出入 我们应该会同有关单位来进行调整 那么这个有关单位 就是我们说的监控单位 设计单位 还有监控单位来指好它的原因 其实这个前面我们在讲 装机里面也提到一个问题 当有一些问题很严重的时候 那么我们可以要找原因来分析来处理 那么哪些单位来参加这个处理问题呢 监控单位 设计单位和监控单位都要参加 那么这个监控单位有可能是施工单位 有可能是我们的第三方 第十四 旋臂交注 旋臂段分次交注混注的时候 应该采取措施消除后交混淆图灌热引起的变形 我们可以采用哪些方法 这个我们曾经考过一个选择题 好像是16年考的 由水箱法 混淆图一次交注法 和可以根据我们这个重量变化随时调整调整的高度 和抬高灌热的后置点法 四种方法 当然原来考过选择题 那么这个也是可以考案例的 就是说要消除灌热的变形 用哪些方法 请补充具体的方法名称 第五 连续量的活拢 活拢和体系转换和织作的反例调整 这个里面主要说的是活拢的问题 我们连续量巧在活拢的时候呢 应该测量相量顶面的标高和逐线 因为你在活拢的时候 从一端交过来一端交过去 到中间活拢 那么活拢的话肯定要看活拢的时候 逐线在不在一条线上面 像我们这个图一样 你从这边交过去 你从这边交过来 那么活拢的时候 这个地方的高层和逐线 是不是在相应的要求上 标高当然就是在同一个标高上面 轴线是不是在同一条线上面去 第二个活拢的顺序 怎么活拢 那么一般情况下 如果没有要求 一般是先边跨 后什么 后次中跨 再中跨 这个活拢 我们看到下面这个图 这个图呢 是我们桥的一个立面图 我们只画了桥的一侧 是吧 另外一侧还对称的 这个桥呢 一共有这么几块 是吧 活拢的时候 如果说 没有明确要求 我们先和边跨 先从这儿和是吧 然后像这边和 再往中间和是吧 先边跨 后次中跨 当然这儿说的后次中跨 也可以说后次边跨是吧 然后再中跨 都是一样的 当然我们书上说的是 先边跨 后次中跨 再什么 中跨 也就是说 从边上往中间进行活拢 对不对 还有说了 如果多跨一次活拢 必须同时均衡对称 什么叫多跨一次活拢呢 比如说你左边这个边跨 或右边那个边跨 要一起做 那是叫多跨一次性活拢 是吧 那么要对称左 所以要提前对称二次 那在活拢当中 我们还要考虑在活拢的一个段上 要考虑施加一些临时货载 而这个临时货载 主要是减少我们的 挂轮的这个整个的变形 减少这个地方的变形 而出现开立 我们呢 要求这个 或者有监控单位 或什么单位 设计单位来协商解决 没有说监控单位 是由监控单位和设计单位 来进行的解决这个问题 好了 这个是我们的上部结构的 悬臂施工的这个活拢 再来看看活拢的时候 还有一个混凝土的胶筑 活拢的时候呢 我们看第五点 活拢前应该在梁端 悬臂要愈加压重 那这个愈加压重 是不是就是要增加一个临时货载 刚才讲了 这个货载是由水几点 有监控单位和设计单位 并于胶质混凝土过程当中 逐步的拆除 那么是悬臂扰度啊 整个不变而保持稳定 你扰度不变保持稳定 那么就混凝土就没有在 就不会在没有形成强度之前 由于变化而导致开裂 是不是 活拢是应该在一天气温当中 最低的时候进行 喉咙断的混凝土强度 要提高一击 你尽早把它张拉 好了 这就是我们 上部结构的悬臂施工 那么我们就介绍完了 这个内容 其实大家也要结合到 我们所提供的图 来理解每一个知识点 好了 这节课就在这里 我们下节课再见